好 我們來看一下 講一下就是 老師講解3呢 在介紹的就是所謂的負利 那負利跟那個等比有什麼關係呢 好 來看一下這裡啊 他說假設你今天的本金是P 然後每一期的利率是R 然後R期之後呢 負利計算的本利和 就是SN會等於 本金乘以1加R的N方 就是看你幾期 然後利率1加利率 然後因為他是負利 那這邊呢如果是單利 我們可以補充一下 單利比較簡單 單利的話呢就是 等於本金去乘以N 然後1加R 你的期數就不會是在四方 就會是直接乘以 只要5期就乘以5 這個就是單利 這單利的那個公式 那在這邊的話呢 他說本金假設100萬 這個人負利 三年後 負利利率 好這邊還有一個重點要注意就是說 你的利率 螢幕給的利率是年利率 然後呢他求的也是三年後 這兩個單位如果一致就不用擔心了 等一下會講如果單位不一致的時候怎麼辦 好一年是3% 所以是不是1加0.03 然後三年所以他的期數是不是三期 所以這裡是不是就是3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比較難算 到時候交到LOG的時候呢 也會這個題目會再出現一次 那這邊的話你就直接 我給你們給一下 就是 100萬 等一下喔這裡是100萬 然後 這個 這個的數字 題目好像沒有給耶 可以先列出來就好了 不然就是不要把它算出來 因為 這個就是等於1.03 三次方 那你就額外去算 照理來講是要用LOG去計算這個東西啊 那這邊就先 告訴你們怎麼去列市就好了 就這樣去乘 好然後接著我們就繼續來看一下 隔壁這一題 那學生練習13呢 你就會發現 他給的雖然是年利率 可是呢 他是每三個月負利一次 然後他要求一年後的本利盒 來重點來了 就是 他是三個月負利一次 所以一年 是不是會有四期 一年十二個月嘛 啊三個月負利一次 十二除以三 是不是就是四 所以一年會有四期 那你要去想 一起有三個月 所以如果今天年利率 是百分之四 那請問你 你的記憶率 一記是多少 你想喔 百分之四 一年是不是十二個月 除以十二 一記是幾個月 是不是三個月再乘以三 所以你這樣消掉 是不是就是四 所以你可以算出來 一記的利率是百分之一 然後一年有四 四期 就是有四季 一記就是一期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的話 紀憶率率是百分之一 然後會有四季 就是四期 那我們來看一下 十萬塊 負利的本利盒 就是十萬塊去乘以 一加零點零一的幾磅 一加零點零一的四棒 四期 就這樣列勢就好了 一樣不用算出來 好嗎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準備進入到 好